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是我們的天梯對戰 由我們的NBL對上HERA 那雙方聞名是高棉對上伊索碧亞 我又找了高棉人來看 因為我想看後期 我想看高棉人後期可以怎麼玩 除了大肉麻以外 高棉還有什麼?陣容 可以帶給我嗎?各位觀眾朋友們的 我很期待 那這個組合高棉對伊索碧亞 雖然伊索碧亞是暴力工兵文明 但是我覺得高棉不太吃香 不太吃香 因為高棉有益次元農田 所以相對的食物有加成 然後 先跟大家講一下 外面在打雷大家有聽到嗎? 好像蠻大聲的打雷 不知道有沒有收進去 如果有的話就跟大家說聲抱歉 我剛才講到哪裡啊? 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打高棉不太吃香 因為伊索碧亞雖然成型早 但是如果只要有控兵失誤被肉麻 黏到的話 或是騎士黏到的話 我覺得很難打 加上伊索碧亞這邊的手沒有像不列電那樣很長 所以如果高棉這邊出弩炮做防守的話 我覺得是可行的 加上他有冥防 他有冥防村民可以躲進去 那伊索碧亞的進攻手段就是 攻兵還有後期的彎刀還有火炮 大衝車等等的 但就是沒有忌兵類 忌兵類非常差 跟高棉比起來 所以 假設帝王打一波啦 強弩兵過去了 這些村民還是可以躲到冥防裡面 攻劍也是 攻劍也是 那這邊有食物加成加上 高棉是 不用軍營可以直接 蓋比如說弓箭廠跟馬舊 然後出毛兵跟刺口的話 我覺得伊索必然很難打 所以想看高棉的同時 看一下伊索怎麼對應 頂尖對決 頂尖對決 好 那一樣再看MBL的配置好了 因為高棉配置就比較特別一點 這邊是七人採羊 七人挖 這什麼 五隻豬 三隻羊 然後四個火石 三人伐木 三人伐木 好 那就去看一下去杯 看一下Hera這也好 Hera這邊四人伐木合力 然後Hera這邊的圖是要這樣為 偉大 偉大的 高棉 MBL這邊很難偉喔 但沒差 反正是高棉 喔 高棉 前期被騷擾不用怕 冥防蓋邊邊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小公怎麼做騷擾 我其實不太清楚 如果伊索等一下封劍要打一個大封劍 我個人覺得不太可能 高棉太難騷擾 反觀我想知道MBL什麼時候要出擊 打這個Hera Hera家裡很開闊 前面是沒辦法馬上死為的喔 我們就去看一下去 有沒有可能MBL打大封劍啊 跟上次我轉播他的高棉是一樣的 雙伐木 點封劍 這邊點織布 十九村跟二十村的差別喔 十九村跟二十村 這邊MBL有推了兩隻路或一隻路 這邊路少一隻 有推路 Hera的路在哪 Hera沒有推路 MBL你要幫他推嗎 嚇死我 好基友啊 同隊的便當哥 就上Hera OKOK 前面好像沒有什麼好看的 但我盡量不要快轉 我盡量不要快轉 我盡量不要快轉 把該講的講講講詳細一點 這邊還是十九村 然後伐木配置這邊顯得很清楚 有九個人 不是打小弓的話不用十以上 這邊也沒有挖黃金 沒有兩個人在挖黃金 肉馬配置 肉馬配置 但是這個木材量 又來了各位 MBL MBL每次高棉是這樣的喔 兩場了吧 我有PO了是不是兩場 馬舊加射箭場 馬舊加射箭場 第二次出現在我頻道囉 MBL我的高棉是這樣玩的 這邊出民兵 合理 很開闊 但是 已經有射箭場了 哇 高棉前傾好強喔 大家有沒有覺得嗎 他不用軍營 不上馬就加弓箭場 然後這邊等一下比控兵 這隻刺猴就很關鍵了各位 如果他有點到小弓的話 那另當別論 有嗎 比控兵 這比控兵 好厲害喔 但是 Hera 射箭場也出來了 要拖 要拖 拖 拖砍到一下 很痛 這邊沒有要上 沒有要上 因為 Hera也封箭 那對比上一次 MBL打 Nikov的條盾 伊索必亞從封箭的小弓開始 那個射速就加18% 是 呃 非常有優勢的 所以 我覺得這場 如果打大封箭的話 Hera不一定會輸 不會輸 雙方是55波 老實說 而且 伊索是 每個時代升級 有多送你115 等一下 重裝長香兵 也可以免費升級 所以一定的程度 也是有克制到 高棉 只是 伊索怎麼打高棉 進攻的時候 地出打一波那一套嗎 好 我們去看下去 好 肉麻串進來了 無視這些裝甲兵 但是 這邊比控兵 沒有被砍到任何一下 這個應該是沒有辦法 三隻肉麻 要找殘血村民 殘血村民都被Hera拉到那個TC底下 好 這邊比控兵 有個尾操 然後這邊躲過弓箭 這是什麼操作 日常操作 可是我們看起來好難 沒有射到任何一下 高手的刺頭是這樣 肉麻是不會被射到的 在你還沒有彈到角色前 射不到 好 這邊看樣子 MBOA來做一個進攻 毛兵加肉麻 毛兵加肉麻 充分的發揮到這個食物加成的作用 然後兵工廠給他上一級射 這邊科技看得很清楚 大家隨時都可以看一下這邊科技有沒有點 那Hera這邊已經搶先點了一級射 有嗎 會斷村所以沒有點 OKOK 這邊有個小高地喔 等一下是一個小決勝地方 但是這邊圍到了圍到了圍到了 OKOKOK 那MBOA這套陣容的缺點就是 沒有小弓所以破這個木門很慢 而且因為對方有小弓在後面 好 伊索被逼迫的出馬舊了 這個是MBOA想要看到的喔 伊索的馬舊 不強不強 但是得出 有沒有可能伊索必亞出駱駝啊 伊索必亞是有駱駝的喔 非洲文明 有沒有可能伊索出駱駝啊 不太可能喔 因為我昨天打天梯 我用斯拉夫對面伊索 他居然出駱駝 可是真的有克制到我的撐出喔 所以伊索可以打駱駝嗎 有機會有機會 但不多 可能我的場次比較爛啦 好不好 我現在天梯單人才1400 主播最近也開始慢慢在練習打天梯的 但是手跟不上啊 手很殘 手很殘 看我直播就知道了 我努力 現在好像是1417吧 很廢很廢 很廢 好 身邊 呃 看一下 先維持之後 雙方沒有在出兵了喔 就跳恰恰了 那雙方封建實在是五五波 五五波 接下來城堡時代 我想知道的是 你們有會出弩炮嗎 你們有會出弩炮嗎 我有一個Question Mark在這邊 應該會開農啦 因為他不怕伊索必亞色 馬上有冥防可以躲 但是他用什麼做防守 是我想知道的 只要可以躲過伊索城堡時代的進攻 我覺得後期 還是高綿戰友 高綿這裡有益次元農田的關係喔 以陣容來說的話 高綿我覺得也比較好打 好 那這邊我剛才說完 該不是跳恰恰 他M2的刺猴在這邊浪 他沒有過來 M2的刺猴在控制這些遺跡喔 喔地圖控制 好這邊11村 喔12村 喔有很多有很多 36村 對上42 又加上他12分 這邊HERA佔優喔 這一波封劍 我剛才說55波 但是我先 這不是 這個是7-3 7-3 HERA打出東西來了 7-3 7-3 村民差了 6隻這裡 雖然等一下這裡 比較晚點城堡 但 我覺得有亂倒 3TC OK 但是沒有足夠的木材開 3TC 欸不是吧 MBL你要用 戰毛來守嗎 也是可以 高綿跟斯拉夫也很像喔 如果你對他公兵文明 就是開農偏文 然後 戰毛加騎士 戰毛加騎士 但是剛剛HERA點了這個 馬的一級法 是在拆他的兵種嗎 拆MBL要出毛兵 所以 點了一級法 等一下要來一波猛攻 騎士 喔 等一下等一下 雙馬就加 弩兵這一套嗎 城堡強軍士 哇 有的看喔 各位 HERA打伊索 騎士加弩兵 強軍士 這邊不太可能開TC了吧 HERA沒有開TC 為什麼呢 這邊是基本款 空兵國基本款 二級木 弩兵 二級色 這邊 弩炮要出來了 OK OK 那 希望有大後期可以看到 123 3TC 這邊的伊索 真的有隱憂 如果你被弩炮手下 真的 後面我覺得 打不贏高兵 比控兵 比控兵 HERA這裡的操作量較多 個人認為 個人認為 走到遠 OK 標準的 後面還有一個隱姬 嗯 這樣子打的話 輪軸也點了 糟糕 經濟要起飛了 MBL 這邊是 喔 弩炮 我以為投石車 可以直接來拚看看這一方 好那這邊 騎士加弩兵走進來 主金 如果有空到的話 那很讚 因為MBL的資源都在這邊 這邊有點遠 然後這邊 三軍應該要出了吧 OKOK 所以為甚麼伊索碧亞的出場率沒有瑪雅跟不列電高 就是因為他沒有經濟甲的 他的冰種不夠圓滑 不夠圓滑 所以被 逼迫著 他得打強軍事 跟各位 稍微講一下 然後這邊 比控兵 這邊嘛 就被他拆沒關係 但是 因為 MBL是 3TC在弄 喔 村民樹 等一下會慢慢拉台 然後弩炮3台 那我真的不知道這個 ERROR怎麼打 前置工程器 比操作了 比操作 投石車 比操作 這邊再來一個修道院 有機會打進去喔 有機會喔 兩個軍營 欸 MBL高明的套路好像都長一樣喔 如果等一下聖女出來 你們覺得會不會出馬通呢 劍塔 劍塔 各位 勞之有錢 他一起劍塔出來 但是MBL有大選嗎 MBL沒有大選 那劍塔我覺得很OK 為什麼我剛剛有說 因為金礦3個在這邊 主金在這裡 我剛剛說如果主金如果被控制住的話 這場 HERROR就有拋打 那這個劍塔 喔 OK 這劍塔OK 要等投石車來 但是HERROR的經濟 強軍事的關係 目前 投石車沒辦法生產 再加上 如果這個努兵被掃到的話 事實就繼續 因為是單TC 空兵要很神啊 所以操作量 HERROR這邊不能有15喔 才有辦法贏下這場比賽 好 那這邊 弩炮開始少了 加1射程喔 大很多喔 這裡是7喔 這裡是8喔 這弩炮真的 幫了很大的忙 好 現在這邊是77對53 嗯 太大一點看好了 MBL的家裡很安全啊 感覺攻不進去 這兩個塔在這邊 守護神 好這邊一波交戰 騎士往上衝了 但是有動到長槍B 然後投石車還沒跟上 我覺得這一波是HERROR小虧 但是騎士 吃上去了 2加2 比操作比操作 正然是這一個 弓箭 哇 這個塔在這邊 射到太多弩炮 呃 弩兵啊 這邊KDA是55波 我覺得HERROR小虧耶 你們怎麼看 雖然HERROR沒有打輸 但是HERROR是單TC 哇 這個城堡蓋起來就 沒辦法打 但是MBL這個城堡 不會覺得有點太 他等一下騎士 騎士這裡衝過來 就一個quickhouse在這邊 擋住 然後這邊有TC 那可以 後面有三隻僧侶 哇 被守住了 HERROR受不了了 開TC了 因為打不進去 趕快 農經紀了 那這邊要換HERROR手囉 因為假設HERROR這邊退兵之後 呃 其實也不用急著攻啦 因為 再給MBL3-5分鐘 他就上帝王 然後直接肉馬洗臉 哇 啊 很難打一鎖 欸 這裡有洞 十兩村 還好這個箭檔 即時蓋上去 這箭檔OK啊 保護墓區 過眼這個 頭石車 會1-2嗎 各位 哇 哇 差點1-2 1-2 直接喊 好 HERROR也開了3TC 趕快 reboom reboom 睡眠速差了 快40隻 好 我覺得 MBL上帝王的那一剎那 HERROR會喊GG欸 這一個塔很漂亮啊 這兩個塔 加上那個弩炮 意識 MBL有沒有犯錯 高免這個開農有弩炮 很爽 好 但是這邊是一個破口 這一個劍塔是在滴地 但有弩炮 加減騷擾 然後 生女咧 生女再加 生女 完了 完了 一手趕快夾著夾著 好 跟HERROR是有用刺激嗎 賣嗎 有刺激 喔 現在才用刺激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HERROR會要第五 因為他的兵種是弩兵加騎士 騎士後面沒有什麼 再出了這邊先看一下 比投石車這邊換掉了 雖然村民術差很多 但是有追上 是因為 MBL這邊投資很多資源 在做一個劍塔防守 加他又生了這個重裝長牆壁 所以有拖到一些經濟 但是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大肉馬來了 有了 OMG TC一直開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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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直接上帝王的那一波 直接點匈牙利肉麻 然後直接點黑拉加 先把這些弩兵先收掉 其他不用管 先收他這一波軍隊 村民是最後 先收這個 因為他還沒上強弩兵 優點順序是先收這個 暴力輸出這個 騎士不用管他 跳過 那這個城堡等一下帝王也蓋起來 好啦 來啦 不夠不夠 經濟不夠 還在序 還在序 滿科技那一刹那 衝上去 不用等了 馬上打我臉 要這樣 啊 洞尾條了 衝上去了 然後弩兵殺 但是這邊黑拉很聰明 在一個高地 有一個高地堡 然後躲來一個高地的 這邊就不要這樣壞 其實黑拉這邊穩穩的守住 他還有反打的機會 達正地戰 暴力輸出馬 武兵不能死 武兵不能死 好 這邊鎖 點了彈道學跟強武兵 這兵是可以反打一波的喔 肉馬一直來會一直送 一直一直來的話 那高棉要出什麼呢 戰矛嗎 出戰矛 那對話 但是黑拉家裡絕對防禦 全部為死了 很精彩 等一下黑拉沒意外就是轉幾兵 然後把這些科技點一點 這個步兵的科技 然後強弩加槍兵去打高棉 好 現在開始射了 有彈道學的話會痛喔 等一下化學什麼的滿科技 醫所的弓兵很痛 這邊靠走位 MBL這邊 他沒有直上大肉馬 他還在等那個 跑上來 OK OK 那 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 為什麼高棉不上大肉馬 所以 我在想說他是在怕 黑拉直接轉幾兵嗎 有洞 進去了 完了 完了 要回首了 攻兵國好累喔 招住好多喔 好 這邊 MBL一直在序 然後開很多TC 家裡好多箭塔喔 哇 絕對防禦了耶 這個是真的絕對防禦 農田60 要60片 村民宿剛剛也 哇 150村 這個就是用經濟流去打人家 硬A啊 然後弩炮 射程雖然是一樣 但是被掃到兩下 強弩的兵 血是40滴而已喔 還是會死 好 這高地堡OK 做防守 想辦法拖到後期 打看看 因為高棉這裡的陣地戰 基本上是沒有 他的高棉沒有陣地戰 只能靠弩炮 但是如果弩炮 靠走位吃掉很多弩炮的話 其實高棉是打不贏 伊索的喔 但是伊索這邊的操作就是要很神啊 高棉這裡操作量 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沒有 很少 這邊再續 這邊再續 要上去直接一波 因為高棉是集氣流喔 陣地戰沒有 有 斯拉夫 跟斯拉夫很像喔 好 那這邊要上去點高地堡了嗎 等這個工程車嗎 哇 那這邊要全力實戰了 四台 拆 呃 巨頭 然後 長槍兵出來了 欸我覺得拆不掉欸 伊索的工兵直接這樣子點 然後弩炮上去 設定下 長槍兵都掛了 但是肉麻的量不夠多 我覺得這個寶會被修起來 有沒有機會 哇 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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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直接八百金沒了欸 糟糕了 糟糕了 這高地 這高地堡有沒有 主播觀眾投稿 伊索幣拉上來 講了好幾次了 好伊索 高地堡 不差嗎 很強很強 但是這裡 弩炮一直在後面少 但這邊高地加成太多了 轉幾兵呢 哇 那高棉不好打喔 等一下看遺跡量喔 這裡遺跡一個 這裡遺跡一個 還沒搬 後面遺跡一個 這邊 還沒搬 有人搬遺跡了嗎 Hera這裡有遺跡嗎 喔 一個遺跡 高地 遺所 想辦法續命 這邊高棉 只有一個辦法 不是只有一個辦法 想辦法穿進去殺 他家裡又有一個城堡 喔 不愧是Hera 不愧是Hera 很強啊 守住啊 然後 火炮嘛 主播都有說過啊 為什麼伊索配火炮 衝車比較少 因為伊索沒有衝鋒的單位 他不是不列爹 那個巨頭有加成 所以火炮很OK啊 好 主播 又先知了 不是故意先知 因為伊索最強就是這個 現在有的這個東西 幾兵 強弩兵 火炮 這個陣地戰是伊索最強的陣頭 如果有 那個投石車重型 當然是更好 那個是黑森林 好 那這邊高棉怎麼玩啊 分數盤超了 我剛剛還在講說 高棉會引 會引 結果 高棉現在在序 但是這裡怎麼偷偷在拆城堡 沒有人發現 這就是工兵國的烈士 跟不列爹 瑪雅那些都一樣 你村民 130級限 因為滿人口 沒有兵啊 真地戰的缺陷 有沒有 大家去看一下 viper對上 Jordan那一集 我說什麼 Jordan有打不好嗎 沒有啊 但是為什麼他後面輸了 就是工兵國 後期的隱憂 200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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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像黑人 這樣滿人口 130村嗎 軍隊都在這邊 那你就要打游擊 好啦 大肉馬進去了 但是這邊有 quick house 這裡有嗎 哇 哇 進去了 啊 木門啊 多黑 哇 這邊你看要追著這些 這些 啊 好煩喔 但是 Hera沒有去 欸這什麼東西 靠棉 精銳 弩炮像 哇靠哇靠哇靠 絕地勝負了嗎 這一波 主播 主播嗨了 主播好久沒有看到這種東西了 但是怎麼感覺被射爆了 不好意思 機動 欸你們是不是很久沒看到我這樣轉播啦 這就是我想看的 怪怪東西 弩炮像 欸MBL為什麼你這麼多錢啊 你不怕沒黃金喔 你有在撿遺跡嗎 MBL快沒有黃金了 但是這裡 他散用伊索的缺點 工兵國的缺點 滿人口 但是兵種不能分散的關係 多線操作 中間用這個大象來扛 大衝車沒辦法了 要加速進攻了 但是高綿的後期 原來高綿像是有機會出場的 各位 來個一發雙劍 喔喔喔喔喔 有走位喔 有走位喔 高綿 這邊弩炮像對上我們 伊索碧亞的強弩兵 這邊 弩炮如果上去少到這些的話 就真的GG喔 少一發 來來來來來來 阿靠走位 哇火炮 火炮真的 伊索太 火炮對伊索來手太重要了 弩兵 上來 有抽到一下就加星 但是 喔喔喔喔喔 痛痛痛 上來點這些火炮了 然後趁這個走位 上去 點這個強弩兵 有沒有機會少到一波呢 MBL的便當已經在旁邊等了 有沒有機會 來燒這個來燒什麼 哇這邊一波交戰 很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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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行不行 但這個肉馬 肉馬切上來了 哇 這裡巨頭全部被拆掉 但是弩炮像也掛了 其實MBL也沒有黃金了 這就是我要看的後期 終於看到高冥場後期 我很high 爽 但是這兩台火炮很關鍵 這邊我覺得 HERA要往後拉一點點 但是這裡為什麼 那麼多 投石車巨型 哇 HERA奪現操作不行 E-鎖不行 E-鎖的缺點被打出來 你們覺得HERA打不好嗎? 他並沒有 但這就是文明上克制 GG 結束了 高端局天地對戰 就是這樣 所以HERA剛剛REBOOM 到後面都很OK 來復盤一下 這場很精彩 首先 黑暗時代 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封建是55波 但是後面HERA進攻 這個 這塊地 我覺得打出東西 殺兩隻村民 封建時代我認為 MBO是3 HERA是7 然後城堡時代呢 我必須說HERA打得很猛烈 但是那兩隻塔 這兩隻塔 很重要 加上這個城堡 還有配兵上 MBO沒有失誤 弩炮 7加1射程 吃這個弩兵 弩兵是7射程 然後三隻三驢再招 然後有做一些防守 但我覺得有些多餘的就是他出了那個長牆兵 但也沒有關係就是買個保險 那包經濟的情況下 MBO先上帝王 那帝王其實老實說我覺得帝出 HERA打得很好 如果 今天人口不是200匹 是250匹 我覺得HERA會贏這場 因為高明沒有真地戰 高明的真地戰 大家看到了 MBO用金瑞弩炮箱 可是這個東西很貴 他不是特別硬 他被戳到很痛 加上後期已經 其實MBO也沒有黃金喔 假設啦 這四台東西 這邊的公司被瓦解掉 我覺得MBO會輸 我覺得MBO有機會輸 那最後就是要看雙方的遺跡量 雙方的遺跡量 再去看後面的走向 但如果打到大後期 還是要看遺跡量 一個是肉麻穿進去 一個是正地戰慢慢推 然後火炮在那邊推 看肉麻有沒有辦法殺到這火炮 後面就是靠操作了 好 那終於給主播看到一場 高明的後期決鬥 然後是一個頂先對決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集的天梯轉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到消息 去 enfrent